這款遊戲的中國名稱叫勇士村 然後這是他的英文名稱 勇士村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放置手遊 掛機手遊 我這邊領一些新手獎 我先講玩法喔 他的玩法非常的簡單 你們可以從這邊開始掛 他這邊的介面先給你看一下他的介面 這是他的鐵匠鋪 找到電皇宮藥水決鬥場 省電啊 騎士村啊 這沒小遊戲 我們可以升級你聯機的一個階段 為什麼他會這樣燃爛呢 就是他可以看到其他的玩家吧 然後這邊要上電喔 這邊是最重要的角色 我先跟你們叫介面啦齁 我這邊有倒他的地塔喔 一階之城 那有困難的這樣 圖鑑也有遊戲指導 這遊戲指導應該不能看 圖鑑 圖鑑應該要慢慢開啦齁 嗯? 我說你們平常要去哪裡 對 這邊可以買一些東西 其實他可以直接買武器的樣子 他有排行榜啊 因為他有繁中版啦 所以其實 他有繁中字啦 所以其實 非常容易啊 等一下我現在為什麼不能進去啊 他應該已經在這裡掛了吧 他都已經在這裡掛了 他就是掛著對不對 啊在這裡在這裡找到了 你們就要進入狩獵場 那玩法是這樣 那你就也升級了 來攻略這關 攻略這關給你們看 我這邊也自動設定一些 技能 這邊也有的 可以放一些技能 這樣就攻略了 那你可以換回去啊 非常簡單的一個遊戲喔 所以你們就是狩獵場 然後他就跑出來 那你就直接去BOSS挑戰 就是慢慢掛下去的那種感覺 啊比較不同的是他是全螢幕的啦 啊打不贏怎麼辦啊 就是買裝備啊 強化自身的戰鬥力啊 在攻略場給你們看好了 啊他的升級方式也跟你們講了 所以這是一款全新 呃不 這是一款這個 蠻有趣的一個手 看一下 喔你看 這樣就攻略了 然後你也可以升量 你也可以升級 還有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會對角色做一個力量的提升 或是你可以自動屬性 那你可以選擇一些SK 那你進了升級可以提升一些戰鬥力啊 有沒有 啊基本上你可以先點這個提升啊 先升級像我們的攻擊力這樣子 有沒有 啊 啊 真的要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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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